酒店只醉金迷 把人帶出場更是檯面下交易 去年9月有酒店幹部 控訴一名黃信夫商 活通兩名律師性侵酒店妹 事後還涉嫌滅症 由於過程具細迷移 講得傻有其事 不少網友一看就氣得在底下 用各種不雅字眼留言 謾罵三人 三個人在網路上遭到霸凌 讓黃信夫豪氣得決定 對81位網友進行提告 其中5名網友到案後 坦誠犯刑黃信夫豪表示 只要他們在網路上PO文道歉 就願意撤回高速 而5名網友道歉後 他也依照約定撤銷高速 至於其他76名馬人網友 散布在全台各地 監察官已經向高檢署 申請一串管轄 完全沒有這個犯局 也沒有這個女生 完完全全是一個虛構的故事 躲在網路後面 用匿名的方式 最後連律師也把它寫成故事的內容 秀出機票的不在場證明 打臉爆料者 事後也查出幕後抹黑的主導者 依次就是和黃信富豪 鬧翻的公司前股東 只是網友太投入 還沒釐清事情真相 就謾罵批評 這回可不是敲敲鍵盤 就能夠全身而退 這位華文君台北綜合報導